好我们继续来问 因为这个事情大家会问 存股 不OK 因为存股的人 之前在高点存得很辛苦 我们常说存股就是要在低档存股 现在是存股的时间 我帮我按圈或叉好不好 现在适不适合存股 2比1 两位说适合 一位说不适合 要存什么呢 帮我们写一下好不好 你觉得要存什么 这个好 肖老师写好了 看一下 哇塞就四个字母 0050 好 高值利股ETF 都不一样 这个话叉叉 都不适合存 好 那个肖老师先讲 你觉得现在适合存 我们刚刚在讲 我想就是说 肖老师刚刚在讲的 就是资金的问题 这个我是同意的 这个也就是说 短期间你会有波动 但是只要你是好公司 那这个波动呢 在我看来 我常常是这样 跌得越深我就越高兴 尤其是像0050 为什么跌得越深 我越高兴呢 跌得越深我只要加码摊平 刚刚郑老师讲的 摊平这个方法也有人用 没有错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 而且最简单 但是摊平你不能够去摊说 某一个个股 因为摊平的意思就是说 下一波起来的时候 我一定要保证它会涨起来 什么会一定会 你要摊平我不是躺平 对 你如果个股的话 越摊越平到最后变躺平 对不对 可是说我们要摊平的时候 很简单我下一波它一定会起来 好 0050有没有 它是全台湾前50名市值 这前10名我背给大家听 你一听你就知道说 这些都是赫赫有名的公司 我最近还特别把它整理 每一档的获利 都是年年有获利 都非常 台积电 联发科 鸿海 台达电 富邦 台塑 我蓝牙 这些公司 每一张你都想买过 对 就是你如果持有的这些公司 即便是遇到一些地雷 你的影响也是非常有限 所以这些好公司 在第一档的时候你不买 你请问你什么时候买 就是景气好的时候它不好 景气好的时候 还是这些公司赚钱 所以很简单的 你存股 不管什么时候 现在可不可以存 当然可以存了 有人在听说越买越便宜 就继续买 他怕买到一半他没钱了 这个是重点 后继无力很痛苦 是 所以你要有股债配置 就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如果有一些资金 不要说全部都放在股票的话 你这时候就是资金 你就可以从债券那边过来 好 这是你建议的ETF 是 存股2.0版 对 都可以配 这样配起来的报酬率是多少 配起来的报酬率有没有 我们看一下就是 你看0050有没有 它在那个 最近十年有没有 它的累积报酬率是240% 那成立到现在是561个percent 这561个percent代表意思是什么 你放100万 从2003年到现在你是变661万 我投资100万赚了561万 所以是561个percent 年化报酬率这个有点错 不是9.6是10.6个percent 10.6 相当于每一年你都有10.6个percent的获利 这样子还不好吗 对不对 OK 好 所以肖老师觉得就是0050 是 好 然后待会我们可以讲一些 还有一些可以来配置的方式 是 好 那适不适合定期定额来买ETF呢 再安定一下 我们今天我帮很多人的这个 常常觉得很痛苦的问题 今天一直帮大家 我三位都专家 可不可以定期定额买ETF 好 又是2比1 这个不能存工不能定期定额 都可以定期定额吗 没有错 因为我不预测高低点 没有 我是一个 你要定期定额的话 至少 它的高点跟低点 这支撑一半的 那个就像说我实际上来讲 第一斤如果它最高点压力就20块 最低点15块 接起来吹20块 那时候定期定额会比较好 那我个人认为 现在趋势是往下的 那你趋势往下的话 所以你觉得0050也不可以定期定额 我认为现在都是高点 现在都高点 对 这是我的观点 越是高 越是趋势往下 定期定额 那我们为什么不要 不要来到比较低的地方买 各位你要知道 刚才我们的那个 小老师 他讲到过去的10年 那过去的10年时空背景是什么 你知道吗 2008.14 所谓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所以我刚才已经讲到了 那个报酬率已经会非常高的 那你现在我们为什么不要避开这段期间 美国在升息当中 那我们避开完了 如果美国开始又回到降息的 这个 往下的时候 我们再来考虑这些 我相信会比较快乐一点 是比较好一点 所以升息循环期间都不用定期定额买一跌幅 0050也不行 现在都130几块了 如果说你又给你跌了一两年 那当然不会马上跌了 就是说他会慢慢的歧视往下 我这是我的看法 这个只是仅供参考 好 所以这个郑老师这边说 0050不可以定期定额要拨断 不是说不能定期定额 是说你现在的位置不适合 你是要用联邦利率来看 你可以用联邦基金的利率 或是我们的时间起工再值利率来看 那巴菲特有讲到 只要说 美国时间起工再值利率 如果在2.3的话 那未来60年内 道琼只是可能会到10万点 这个我绝对相信 那道琼跟其他的股市 就台湾的股市 或者一些新型市场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美国是一个经济强国 美国的金融市场 它的整个是全世界最大的 而且是最完备的 所以美国一定这个有可能 但是有些国家 你看就像中国大陆 他来到一个高点之后 从此以后都不会到高点 那这个各位你要知道 再来巴菲特他在投资ETF 他是什么 你要知道巴菲特不是他的钱 心境不一样 第二个巴菲特投资的是美国 刚才讲到 那巴菲特可以投资10年 20年30年40年 各位我们10年就很难挨了 这一点是大家分享 我不是说不能定期定额 是要看 因为说实在 台湾50当然没有风险 那你这样买下来是可以 但是如果万一台股要到18600点 又要等10年 你说不是很痛苦吗 你可以投资 撑10年的留言我看一下 因为这也是考虑到 每个人投资的耐心 有人嘴巴说我是投资 长期投资 他做个一个月他就受不了 志远你呢 你觉得0050056可以投资吗 我觉得可以做定期定额 但是我们讲说定期定额 你要记得就是说是要拉长的 也就是说你不能说一次两次 你就把它买完了 你要做一个很长期的 因为00500一张可能要13万 可能你买个几次你就没有子弹 所以我们做定期定额 我比较推定的方式就是说 你挑的是这两档不太一样 化整为零 对我这边提到就是说 这两种类型呢 我觉得比较适合 没有0050 对因为市场在往下 不是说只要是ETF 我们就把它做定期定额 并不是这样 而是我们要胜选 那现在趋势既然在往下的状态底下的话 我们要看说对哪些类股 或者是哪些ETF是有利的 所以第一个其实我很早就有注意到 就是说今年以来 其实在农历年前那个时候 市场在震荡波动的时候 这一类型的一个ETF 我觉得就比较抗跌 其实就是在所谓的高息跟低波 那高息低波的话 你会发现到说 整个来讲的话 它的一个波动程度会比较少 因为呢 它其实有息的一个保护 所以你看我这边有提到 就是好几个不同的 这边是以ETF的一个绩效来看 今年到4月8号 然后我没有特别把高息低波列在前面 我只是把它的一个次序排列 你会发现到 一排前面都是高息低波 对 很明显就刚刚好 为什么 因为这些呢 其实就它就是布局 它不是单一在科技上面 其实就是在这些 所谓的传产电子 都有 那金融也有 然后它就是锁定在所谓的高股息值利率 那这个就是一个 在空头市场是一个 最好的一个保护 那刚刚讲存股也是一样 什么叫存股 存股不是说你买了 摆了一阵子之后 你马上就想要卖掉 你可能要存10年20年长期 我举个例子 像很多年前我推荐我妹妹 存台泥跟技嘉 这个台泥30块 然后技嘉40块 都是很便宜的 但是为什么 现在的股息值利率很 你都会看单年的 你妹放到现在吗 对 很难得我这么听哥哥话的妹妹 因为我的存股原则 就是说你一定要看过去 从2000年到现在每一年都要赚钱 而且配发稳定的股息才可以 所以在ETF也是一样 为什么呢 其实你会发现到 这个做定期定 刚刚两位老师的争辩 其实我觉得这张可以给大家做参考 就是微笑曲线的一个这个部分 那微笑曲线的话 像另外一个图 你会发现到 如果我们每个月投资3000块的话 没错 刚开始都一直在跌一直在跌 你会不会怕 当然会怕 可是你会发现 当你往下的时候 你会累积到比较多的单位数 可是市场上的一个价格 在波动稍微往上一点点 你差不多往上一点点的时候 你就开始出现获利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说 定期定额你要放长 不能够太短 定期定额这个一大决心 就是你要持续 然后要定期定额 真的要持续控 这个笑才笑到 其实不用到最上面的时候 你就开始解套开始获利 那人生是要比谁 可以笑到最后 好吧 耐心持续定期定额 是这个在做定期定额的王道 那还有一档股息价差 你说这一档就够了ETF 对 很多人都在讲说 到底是要赚股息 赚价差 这要很有信心来回答这个问题 一档就够了 我觉得所有的ETF 你都可以赚价差 哪怕是你一开始的话 就是锁定说 我要赚它的一个高股息 那这边我只是举例一档 说00878 那这一档的话是国民的ETF 那我其实还蛮欣赏它的配置 就是说 其实它有两个体材的保护 一个是永续的体材 第二个是高股息的一个体材 那它其实配息的状况 虽然是新的ETF 但是它现在也在慢慢累积 它的一个所谓配息的一个稳定性 那为什么它可以做价差呢 其实就是一个观念的改变 比如说像前两年 这一年 比如去年好了 多投行情 可能随便这样子的ETF 它一年都有两成以上的一个获利 投资报酬率 但是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去想说 两成你满不满意 假设它两成的投资报酬率的话 如果你觉得很满意 你把它卖掉 因为你可能你一年希望它能够四到五个percent 那你把它卖掉 你的资本利的不就是提前把未来四到五年的利息先赚了吗 对不对 所以这是可以做价差的 但是你觉得说你买的很低档 你希望说每一年都能固定领它的股息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所以我认为就是说 纯粹是看你投资的点 跟你对于这个投资报酬率跟习的看法而定 就是说你什么东西 你将是一个人的资本 跳过来的东西 对于这些人的资本 也许凡划 那么是一种资本 对于这些人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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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对于这些人的资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